穿著全套防護裝備 醫護拿著抹布擦拭採檢艙的窗戶和門把 只怕有殘留病毒 桃園醫院12A病房原本被劃在低風險區域 卻又傳出確診者 整個收受住院病患的醫療大樓 都變成高風險的紅色警戒管制進出 沒有 我住進去我馬上就出院了 所以我沒有待很久 我私下只是要問他 我要怎麼辦而已 所以沒有人通知你是不是 曾經和確診者同病房的病患 還沒接到衛生局通知 焦急的來急診詢問能不能採檢 以指揮中心規定 只要是1月6號到19號 曾經住院的病患陪病家屬 相關的接觸者至少5000人都要隔離 而已經預約自費採檢 或是來拿藥的民眾 則是戴上護目鏡手套降低風險 有家屬抱怨去其他醫院拿藥 要花費兩週重新檢查 非常耗費時間 因為大量醫護在隔離 也有醫師陸續帶著行李來到醫院 門診只開放救病患復診 但實際上院內還有重症安寧等 無法轉院的病患 只有少數人輪流照顧 連鎖手攤店送來暖呼呼的食物 希望醫護忙碌之餘別餓肚子 差不多120 我中午又沒有什麼飯吃 然後晚上又訂不到餐 因為網路上也有人送便當 我想說我們也送個愛心早餐 各界暖心物資 餐點水果不羈品陸續送到桃園醫院 就怕感染擴大第一線壓力撐不住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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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